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珊 今天呢,我们不聊车,我们来聊聊新事 最近呢,就会有朋友问我 诶,你最近过得怎样啊?工作顺利吗? 诶,你卖到几辆车了 或者是你可以给一些小建议给还没入职的我吗? 种种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五个我入职以后所学到的东西和一些小建议 第一个呢,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 或者是自己有自信,比较擅长的领域去发展 因为呢,如果你觉得对一样事情自己没有自信 或者你根本就不喜欢 我是觉得你是根本走不到长远 这个工作岗位发展两至三个月 两至三年,不是两至三个月 就说我呢,我是一个非常想去尝试很多东西的人 所以呢,我就选择了汽车销售这个领域 可是当我做这份工作过后 前三个月,我是对车真的是一窍不同的 我就对车根本就没有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在这三个月以内 我其实是非常的难受 因为我是觉得我一直在踏不住那个 comfort zone 是觉得我做什么都觉得自己做不好 所以当时的我是非常自我怀疑 然后我不知道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领域 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比较擅长的领域去发展 当然去尝试新的东西也不是坏事 可是你就会好像我那样 前三个月可能你就会比较辛苦 第二个呢,就是不要停止学习 或者是不要停止看书这件事情 因为呢,当你入职过后你会发现 原来其实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可能在职场上你是用不到的 其实在这个踏入社会过后 有可能很多事情你是 每次一会以为我来 Cathar 该是什么 跟刘晨公开为 跟刘晨公开 跟刘晨公开 刘晨公开 effort idade 本地比较深 怎么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呢,就是不要放弃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算如果你对这个职业非常的厌倦 非常的不喜欢 就比如说呢,其实我对车只是普普通通 不是这么感兴趣 可是呢,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分享 非常喜欢拍影片的 有可能你可以在你的职业里面找到你一件你喜欢的事情 然后再持续的做 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在你工作里面 是有一点点那样的乐趣 让你去热爱这份工作 然后持续的走下去 到最后呢,如果你是还没入职的话 我想告诉大家 你可以好好地珍惜这一段时间 好好想一想 你到底是喜欢什么 日爱什么 然后才选择你喜欢的行业去发展 可是呢,如果你选择了那个行业 过后你发现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喜欢 其实呢,你也是可以选择离开的 所以拍拍五六有什么大不了 最多没钱吧 做人就是要开心 如果你还有一些小建议 要给刚入职的他们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和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